金黄色的短发加上起木的纹身 让人一下记住了这一个造型另类的90后女歌手陶小桃 出身音乐世家的她三岁时就跟着爸爸学音乐一直坚持至今 甚至为了实现自己儿时的音乐梦 想从忍痛奉起了一段商念多年的感情 他们家庭比较传统 然后可能觉得做音乐是很不正业的一个工作 就是在他们的思想里 认为女孩子不应该抛头露面 然后就应该在家做嫌弃良母 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 最终陶小桃还是坚持了自己的音乐道路 而近年来各种选秀节目占据着大户视线 对于一些年轻歌手来说 选秀节目的舞台更是他们展现自己扩大知名度的机会 不过对于选秀节目 陶小桃却是从心理里的排斥 我个人对选秀节目其实是特别反感的 它为什么叫选秀 基本上就是一场秀 就是在我看来 我希望我们做的音乐是很真实的 很纯粹的 我觉得音乐不应该被任何 就是商业化的东西去干扰 所以我就是不愿意去参加这些 所谓的选秀节目这样 不管怎么样通过选秀节目成名 越来越成为当下音乐界的主流 与此同时 一些歌曲也因选秀歌手的颁唱 而被千万观众记在了脑海 2013年的快乐男生 留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歌曲 被左力颁唱的董小姐莫属了 而这首歌曲的原创作者宋冬野 因此搭上了选秀节目的快车 一夜爆红 其实这个怎么说呢 我觉得是一种悲哀 说明很多好的音乐没有被大家发掘 都被遗忘在角落 然后可能被这些 一个选秀节目来 就是因为更多的人去关注的是这些东西 所以他才会有这个机会活起来 但是其实说实话 对于真正的音乐